总统府宣布国安团队新人士 下周渴望就定位 国安局长陈明通请辞 由外交部次长蔡明燕来出任 蔡明燕曾经当过国安会副秘书长 驻欧盟代表长期深耕国际战略 因此要借重她的欧陆经验 来强化国际的情报工作 而海委会主委则有立委管毕林来接任 另外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渴望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李大为则渴望回国海基会的董事长 属于总统职权的国安两岸外交布局 看得出来都是因应国际情势所做的安排 林志坚这个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冤案 脱口说出林志坚是冤案 论文文正义成了陈明通 不得不下台的主因 蔡政府最新人事布局 国安局长由外交部次长蔡明燕接任 学者出身的蔡明燕 曾经当过陆委会咨询委员 官会副秘书长 驻欧盟监驻比利时代表 长期深耕国际战略对美政策 还有亚太安全领域 而接掌国安局之后 首要重任就是面对2024年 总统大选的维安任务 在我们搭乘飞机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在下飞机之后都会让总统知道 掌握共军在台海实弹军演的情况 蔡明燕虽然属于外交体系 但未来在国际情报分工上 特别是在乌俄战争之后的 新欧陆权力版图转变 要借重他的专业强化台湾跟欧陆的交流合作 蔡明燕在负责欧洲美国的外交事务上 累积了相当大的经验跟能量 恰恰刚好就是国安局负责我们国内安全 国际情报收集 以及中国对台湾威胁 他的各方面历练累积到一个层次 可以说是是财是任 他在两岸方面还有情报方面 可能经验还是比较缺乏 由蔡明燕这个学者出身的外交部政策来接任 基本上是一个安全牌 另外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点头答应接任从农府秘书长 而李大为则回任海基会董事长 立委管碧林将接任海委会主委 称为海委会首位女主委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外交部长吴钊燮 国防部长邱国震 还有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则规划继续留任 来岸情势严峻台美在军事 情报合作上越来越频繁 国人事都必须审慎安排 记者稍微越打台北报道